嗨 比比们 我是你们的哇妹小溪 苦等了三点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 终于播出了 等王大老师冲出江湖 谁没这跟您比啊 您当年在那个冰巴泳第四排好吗 男人老摇果人出门带着麦 是不是 那天刚休冰巴泳 然后我们二次出道了 这次有很多新乐队 珍重地的瓦伊娜乐队 有没有米饭啊 前老板和员工同台竞技 老板加油 还有两大饭店 我们是和平饭店 我们是八仙饭店 这也都是服务员在就业啊 乐队上节目的目的各不相同 期待新乐队把老乐队给干掉 肯定是给你们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啊 龙怡之前两次拒绝过乐下的邀请 我明明是一个当评委的人 我凭他妈什么当学位 结果 乐下单我们来了 这次节目共有27支乐队 第一轮是排位赛 现场每人一票 投票的标准只有一个 是否喜欢这支乐队的演出 首先登场的是 新学校废舞合唱团 全名叫合唱团的原因非常纯粹 我是希望就是 我们赚钱也平分 这是一支有亲和力的乐队 这长得不都挺亲和的吗 主唱刘奥外号 东北的朋克教父 他战如松 躺那儿了 作物中 精通说话的艺术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特宠你 是吧刘奥 怕我 别人那节都忍不住赞叹 你不吹牛 想死吗 旋风少女插曲是他唱的 奇葩说主题曲 也是由他创作并演唱的 代表米薇感谢一下刘奥 东老师这个不用谢我 你们给我钱了 我谢谢你 你可以把钱退回来 嗨 一曲《再见林尼尔》 点燃了全场 听歌词以为刘奥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高音问他 你想要啥 我想一叶成名 网络后世 一直有自我要求的乐队 上节目前主动剪纸 成功剪掉了16斤 甚至还上星体课练习战姿 因为我们平时的战姿 奇差无比 多差 藏力建议前面几位 合唱团的朋友学习一下 他们说穿西装表演 是大男孩的幻想 大男孩 哇 这话一点都不恶心 哇好吧 他们被称作西装暴徒 你是西装什么暴徒 你是被暴徒了吧你 他们的歌就像是昆汀的黑色电影 听一首歌就像在看一部黑色幽默短片 乐队拿了高分 本应是件高兴的事 但他们最迫切的却是 下班 橘子海 这支乐队由一群山东理工男组成 他们不但没有山东大汉的性格 还是圈圆哀人 为了避免尴尬 假装玩手机 你那个手机有任何内容吗 你帮帮帮 贾哥接电话 很多人疑惑 为什么他们的歌叫夏日述时 不叫太百智啊 或者什么 揭穿龙之介 怎么不是那几个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歌的英文 Summer Cozy Rock 也挺和这个中文名字暗和的 我觉得是个十分巧妙 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喜剧大赛和春晚都用过这首歌 即便你没有听过 但前周一响 DNA都会冻起来的 扭呼噜 Mr. Miss回来了 第一季被淘汰后 留恋参加了浪姐3 热恋起的合作舞台 直到现在还会很转的程度 前面就组合凭借新专辑 整遍迷航 提名金曲奖 最佳演唱组合奖 这次带着新歌低语 回归舞台 不得不说 脸姐真的是太迷人了 迷人到大小就说 直到Mr.开始张嘴的时候 我才说哎呀 旁边还有一个人 但留恋会在大家 只表扬自己的时候 肯定杜凯的付出 自己收获了关注度 也希望乐队 能被更多人看见 恋起的文化人发言 也很精彩 问到这次回来 有什么不一样时 他说 这届的歌迷 应该更有水平 彭蕾问 为什么他可以 停进流石搞音乐 而他直接被老板辞退 世界就是如此不公吗 但你现在就坐在那 作为第一集的冠军 我现在就坐在这里唱歌 那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对吗 说不过 实在是说不过 说起乐队 绝对少不了台团 康世坦的变化球代表作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 发生在我身上 被很多明星翻唱过 这首歌是主唱 处于低谷漆创作的 然后我那段时间 就是 心理状态不是很好 看事情都很悲观 我常常会觉得 我自己好糟糕 悲观的情绪 被他写进歌里 但即便身处困境 也不要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请大家相信 美好的事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胡销川原本是一个饭店的名字 队员觉得不出我就拿来当乐队名 不是 你们取名字都这么随便的吗 主唱平三说 演完这场 他可能就要没了 您 您 您高瘦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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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 实际是他把每场演出 多当作是最后一场认真对待 我自己定的就是 我一定要在台上就当个疯子 在台下做个人 先谈断 多片谈丢 发疯是他队伍 他的尊重 队友韩潮 只在自己那趴是营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没有 没有 其余时间都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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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彭蕾手足无数 彭蕾我特别喜欢 其实人家喜欢的是 特别喜欢你们乐队旁观 他主动提出和彭蕾拥抱 灯光太暗 一致一抱错了摄像老师 他不是彭蕾 这是彭蕾 那不是 接下来请欣赏 拥抱大会 No World Heart 是第一批登上英国 Ghost Don't Boring 音乐节的中国乐队 主唱方爱宁被称作 风一样的女子 队友博宣是国内唯一一个 西塔琴大师 他们的表演 连张牙都都忍不住说高级 冯姐非常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妈妈和当主唱都很重要 怀孕就认真照顾小孩 玩音乐就全身心投入到舞台上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萌 我就是太享受这个舞台了 清醒又自信 这样的姐姐我好爱 这次大老师和彭蕾的互动也是一大看点 大裤子组合从第一季开始就是一对冤家 让彭蕾点评大老师的舞台 根据赖兰赛开心乐园或者是嚎叫的时候 没什么进步我觉得 大老师反击 因为我已经进步太多年 你没敢上 这回我是回去了 张牙伦斗嘴的劲儿一直延续到这一季 他唱歌跟我们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发音方式 干嘛先鞠躬我怎么了 今天真的超惊艳 干嘛不好意思 表演不仅向上 还相爱 哎呀我是你的小猫咪 第一季唱新酷子的过时 第三季唱大老师的禁止 月下你真的很会搞事情 那你支持 花儿乐队主唱大老师 已经很久没有在舞台上唱过禁止这首歌了 谁能想到今天还能在月下的舞台上听到 泪幕啊 前两季真一扑多的乐迷团 这次改名叫乐队游游 但第三季的原因是想让观众认识更多新的乐队 这点我想随着节目的播出应该能够达成吧 我认为月下的意义是让不关注乐队的人 可以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 并且开始了解这些乐队 但作为一档音宗 观众最关注的还是音乐 希望这一季的月下能够回归音乐本身 导演组真诚做节目 乐队开心玩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 到目前为止 还有18支乐队没有出场 我比较期待的是二手玫瑰 不依散人 老人诗人 八仙饭店 瓦依娜和安达 期待后面他们的精彩表现 好啦 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了 你们对月下3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